世上什么床最贵,病床 救护车一响,一年朱百养 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百干 十年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人生最贵是健康 什么是资产 身体是固定资产 健康是银行存款 疾病是金融危机 死亡是彻底破产 年轻时不拖累生理的人 年老时不拖累你生的人 男人拼命挣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其实就是在给另一个男人打工 女人拼命挣钱不保养你的身体 其实就是在给另一个女人让位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钱再多身体没了 可能就会有另一个人不劳而获了 以前年轻不知道 现在越来越明白 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对家人最好的爱 我们经常说 多么爱父母 爱孩子 爱家人 其实爱不仅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不辞辛苦的守护 或者赠予钱财 让他们过得一时无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好好爱自己 不要让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和累赘 所以作为中年的我们 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 这样才能有能力 有精力去爱我们所爱的人